接下来关注的是 事局显然是彻底分裂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到了北京 他展开入侵乌克兰之后 第一趟非前苏联国家的出访 就凸显了俄中两国现在关系非常紧密 他这趟行程会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高峰论坛 在北京要和越南匈牙利 多个参与峰会的外国领袖会谈 借机展现俄国并没有被鼓励 另外普京还会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辟事密谈 让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关注度降低 而更重视习普会 是不是会成为俄中军事联盟的起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一早搭机抵达北京 准备隔天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且与亲爱的好朋友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辟事密谈 普京出发前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谈论中国型的目标 透露希望能够与中方救新的能源管线输送 以及进一步推动 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上有所进展 搭机飞北京之前 普京还当着央视记者的面 大力称赞习近平 认为习是真正的世界领袖 并且用临时攻来暗批西方民主社会的领导者 认为他们的任期无法长久 与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 坚能持续连任 长期执政完全无法相比 这么夸张甚至没有上线的俄罗 学者坦言主要是因为当前的中俄双边关系 北京占了上风 从乌尔战争以来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就快速攀升 2022全年以将近30%的速度成长 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902亿美元 而今年前三季 俄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额更高达81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高出56.9% 而且双方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超过80% 在这种越来越依赖的经贸关系下 普京对习近平致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势必得支持 但另一方面也趁机宣传自家的欧亚经济联盟 有意让两者结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去年二月汇军入侵乌克兰招致全球主要国家 集体制裁的孤立局面之后 普京选择中国作为发动战争以来 出访的第一个非前苏联国家 这个做法虽然彰显了二中关系的紧密 但普京选在北京当局有意盛大庆祝 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间点出访 却让外界更加关注二中关系对乌俄战局的影响 相对夺走了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关注度 也因此欧盟最高阶外交官员ポーリー 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 对于欧洲曾经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合作 几乎闭口不谈 反而再次呼吁中方发挥影响力 敦促俄方停止侵略 我们相信普京总统出席 那么将会为这次论坛的成功 所受重要的贡献 也会推动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系统伙伴关系 注入新的强劲的动力 尽管中国外长王毅在普京到访前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上 再次提及一带一路 并且期盼论谈成功 但两人会面的实际目的 是为紧接而来的习普会 做好前置安排 而外界关注的方向 也是中俄两国会不会在这一次习普会 甚至习普密谈后 逐渐走向军事同盟 莫斯科选在普京抵达中国前一天 跟随北京步伐 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透过政策做求 营造恶中Machi的氛围 不言可遇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暂时遗憾